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7年6月17日上午八时二十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火球的左侧亮点是太阳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 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 苏联用了四年 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 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 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 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六十五吨重三层楼房高的氢弹装置 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能用飞机空投 但爆炸威力只有四十万吨 而我国这次试验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 重量较轻 巨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 这再次证明 外国人能办到的事 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 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望着天空那朵巨大的蘑菇云 聂荣真元帅欣慰地自言自语地说 三百万吨 够了 够了